一个呢就这医改的事情 医改的事情比较引人注目 这呢又出了个什么事 红桥医院 这有这个骗这个 它这是骗医保的 但我注意到 它是一个民营医院 那它就是等于是私人的医院 私人医院骗医保 那也就是说 目前来讲 我们国家这个医保 还是支持 某种程度上支持 某些私人医院 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具体的情况不知道 它就是说有些东西是 不管你是私人医院 还是公立医院 就是到医保可以去报销的 比如说看一些片子什么的 好像这件事情 开始引人注意的时候 就是有那么15个 十几个病人 他们的那个什么 X光片什么都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它应该是需要这些 这些X光片什么的 去管医保要钱大概是 结果发现它全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造假嘛 是吧 就是为了要去拿到医保 就拿这个 可以拿到医保的这种 X光片就给了15个人 让他们去骗医保 是不是怎么回事 应该不是个人了 应该是这个 虹桥医院拿着这个 去骗了医保 这样的话 病人就不用花这个钱 然后他们就拿到了这个 他们事实上 也没有给病人做了 就是说病人并不需要 这是正常的病人 但是他用的是不正常的 有病的病人的X光片 去骗了图 骗医保 应该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就说这个医疗改革 还挺需要的 就是这样 如果就是说 现在某些医保的东西 他还是你就是从民营的私人医院 也能来报销的话 那医保就应该全部取消 既然你是私人医院 那你就自己管你自己 那个医保应该不管他 医保就是给纯粹的公立医院 应该是这样子 我就跟你说 这个就是这种私人医院 他以后这一类的丑闻 只是开始 真正的私人医院 独立的私人医院 进入中国以后 你看着的 丑闻肯定是会一直有 一直会有 因为美国就是这样 美国也有骗医保的 就是这个美国的医保 什么Medicare Medicade这种 经常是有这种骗的 就是他私人医院 他也可以Medicade 有些东西 他也可以给你报 Medicare什么之类的 他也会给你报 就这种骗 这都是在美国 都是发生过的事情 一点也不稀奇 以后还会有 那他如果是 纯粹独立的 经营的医院的话 就是私人医院的话 他如果从医保那 骗不到钱的话 那他就要从你那个 病人身上想办法 就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啊 没钱啊 做穷人 不要死一八练的什么 觉得私人医院 怎么怎么好 你就让那些有钱人 去被骗吧 是不是 我真的觉得这个 这个是绝对的 在医疗方面啊 医疗这方面 是唯一一个行业里头啊 一分钱绝对不是一分货的 你千万记住这一点 一分钱有的时候 还反而 反而那个什么 反而给你 给你带来麻烦的 就是那个 李勇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 那个没有 没有clinic 他去的美国 看的就是没有clinic 也没给他看好啊 现在还在上海开了 开了新的医院了 在上海的那个分部 对不对 还拿着说啊 比如说李勇就去看 那你又没给他看好 他死我了呀 是不是 还好意思说 李勇愿一花这个钱 你就让他去花吧 说句老实话 我真觉得 他就在国内好好治 弄点什么中医啊 好好养一养 没准还多活几年 还说不准呢 至少在自己的国家 跟自己周围的亲人朋友 什么在一起 大老远的跑到美国 其实最后没给你看好 这个私人医院这东西 我就觉得医保 就不要再去管私人医院 既然你是独立的私人医院 你就去骗那些有钱人的钱吧 就不要去再去动用任何的公共资源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说到 就是美国那个 美国现在政客 不是天天琢磨中国 都已经琢磨毛病来了吗 这又有个证据 这个上个星期 刚过去的这个星期 这个叫做中国州 他管这个刚过去州 叫中国州 这是国务院了 不是就是美国国会了 国会通过25项法案 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看到没有 一个星期啊 25项法案就对着中国 看见吧 他还很骄傲 所以给他你看 大标题给放出来了 大标题就是说 这个州全是对着中国的 China Week 看见没有 Recap 中国州回顾 这个中国州的意思 就是这一个星期 我们全在那想着 怎么对付中国 就这意思 他人家很骄傲 就各种各样的人 反正就是现在 就是大家 大家是这个争先恐后的 就是反中要争先恐后 你提了个案 不行 我也得提案 然后他一看 我们俩人都提案 他还得提案 你知道吧 所以一个星期 大家就都全在那 琢磨着 25个 一个星期啊 25个 你看 他真的效率高的时候 可以效率很高 他不是说 平时说国会 什么都不干的 他真的很急了 他效率很高的 我跟你说 我要更正一下 就我那个上一期的节目 你们有给我提出来 你们提的是对的 就是那个 一个是华为 那个海思 海思不是一个 独立的公司 它是华为成立的 他应该是07年成立的 我说他跟海思一起 应该是华为 那个时候应该成立的海思 还有一个就是 摩托罗拉 他不是仅仅是做BB机 他做大哥大 早期的时候 做的挺出名的 对的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我因为一直认为 我觉得摩托罗拉很熟悉 所以我也没有查 没有什么 我就印象当中 他那个BB机 但你一说大哥大 我想起来 他的大哥大也是 他应该是 是这样子 我就更正一下 OK 咱们说一下 这个网军的这个事情 这个叫做 奇底台独网军 匿名者64 看一下 他这个是在国安部的微信账号上 他出现的这个片文章 这篇文章呢 他有那个 有读的 咱可以就让他读一下 就我就不读了 听一下 试图奇底台独网军 匿名者64 今年以来 一个名为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 针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 频繁开展网络攻击 试图获取有关门户网站 户外电子屏幕 网络电视等控制权限 进而非法上传 插播 诋毁大陆政治制度和大政方针的内容 颠倒黑白 散布谣言 对此 国家安全机关立即行动 采取有效措施 处置危害隐患 消除不良影响 深入调查确认 匿名者64组织并非普通黑客 而是由台独势力豢养的一支网军 臭名昭著的网军 匿名者64组织的真实背景是 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习中心 该中心专职负责对大陆实施网络认知战舆论战 2023年6月 该中心以匿名者64组织的名义 注册社交媒体账号 肆无忌惮地实施网络攻击和反宣破坏活动 台湾资通电军是台湾当局于2017年6月主导建立的第四军种 2022年改革为台湾国防部直属机构 主要承担电子作战 信息作战 网络作战 及军线维护管理等职能 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网络作战的主力 台湾资通电军一经成立 便对大陆大肆开展各类网络渗透破坏活动 是危害网络空间安全的毒瘤 一方面 以大陆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 能源基建等领域为重点 搜寻目标定向实施网络攻击 妄图窃取敏感数据资料 为台湾当局搜集情报 另一方面 频繁扭曲网络舆论 雇佣水军 借机声势 放大矛盾 挑唆对立 从中余力 虚张声势的进攻 匿名者64组织成立以来 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70余条动态 用所谓战果博人眼球 吸引流量 曝光的攻击目标 涉及户外电子屏幕 自动收买机 网络电视等联网设备 以及新闻媒体 航空公司 大专院校等门户网站 试图营造出大陆网络安全防护极为脆弱的假象 然而 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 匿名者64组织展示的战果大量注水 夸大其词 被攻击的网站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 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 更有甚者是该组织通过P2等方式制作而成 例如 8月2日 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运营的网站 遭匿名者64组织攻击 应该网站挂在了多家高校官方论坛的登录地址 就被匿名者64组织映说成控制了大陆40所高校的官方论坛 无所遁形的黑客 目前 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 其中包括台湾滋通电军现役人员罗俊明 红利奇 廖维伦 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三人立案侦查 台湾滋通电军现役人员 罗俊明 左 红利奇 中 廖维伦 右 网络无边 安全有道 国家安全机关提醒互联网应视频系统 门户网站 相关开发商以及运维单位 互联网用户 应落实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及时更新升级系统 堵塞技术漏洞 提高密码强度 加强巡检巡查 严防各类网络攻击活动 倡议广大网民不信谣 不传谣 发现网络攻击或反宣破坏活动后 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或有关部门举报 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 台湾当局妄图挑衅谋独 对抗大陆 注定是死路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决落实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坚决打好涉台反分裂反间谍斗争 坚决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做出应有贡献 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呢 确实掀起了一个不少的那么一个波澜 就好多人挺注意这个事情 我呢一开始没有特别明白 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听上去这帮人啊 就挺差劲的 他就说号称自己好像侵入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组织 这个国家机构的什么网站 对吧 那个大学的什么网站 他号称自己 结果其实没有 他去的都是些什么乱八糟的 有的没的 就是他说的什么僵尸网站啊什么的 那我就想说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个就让他继续这么做吧 让他自认为自己做的挺那什么的 我后来想想是不是这个目的 就是说国家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这么高调的给他 那就说给他讲出来啊 报道出来 然后还把什么人名字 照片什么全放上去 我觉得是不是是在对岛内的人说 就你们不要去听这些乱七八糟的 他号称他这个 他号称他那个 其实他们都 我们完全掌控着 这帮人而且质量很差 对吧 他一个人在骗你 他肯定就是骗你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他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个 针对的这个目标是岛内的 我认为是啊 而且那个 我看一下啊 就是这里头的第一个这个人 罗俊明啊 这个人 他这个人现在他自己的那个 就是已经被删掉了 但是呢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就是你去搜的时候能搜到一点 但是他那个网站没了 就是你这搜的话 就这个地方 这个网站你再打 再按吧 按不进去了 没有了 但是呢 他这留了一点 你看有人留下来 他说 我是罗俊明 来自花莲 个性活泼乐观 副创造力 乐于学习新知及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目前就职于国防部网络技术单位 主要工作内容为渗透测试 内网渗透 等于就是他自己做实的这件事情 在他自己的那个社交网站上啊 就是他现在已经删下去了 你从这一点你也看出这个人挺没心眼的 对不对 你做这种事情 你怎么能就对全世界去宣布 你就是做网络渗透 对大陆的网络渗透 对不对 他等于承认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了 大陆的意思呢 因为这看来对大陆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害 因为完全掌控在这个掌控之中嘛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高调的把它宣布出来 我是想着他应该是对着弯弯的老百姓说的 就你们不要去受这些人的这个蛊惑 受他们的骗 他们都这种手段都非常非常低下的 根本就不值得去 千万就是别去相信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这么做的也有一定的震慑的意思 那个那种作用 因为会让一些想干这种事情的人 多多少少心里头有点打鼓吧 对不对 就是你看我知道你是谁 你的照片你的名字我全都知道 多多少少有点吓唬他们的意思 我是那么理解的这件事情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引人注目吧 或者是这样��子 Definitely 这是小姐好看的 我 Very would you like my dad 还好看